老去不可怕,莫有智慧的老去,才是可怕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格。 很多人很害怕老去,尤其是女人。 所以愿意隐藏自己的年龄,或者用化妆来隐藏。 其实,老去不可怕,可怕的是老了,又没有智慧,而且脾气又不好,慈悲心也莫有。 这才是可怕的。 如果这样老去,只好住进养老院了。 养老院又是阴气很重的地方,更容易让人想到死亡。 所以,老是一种苦。 因为莫有智慧的缘故,人都会害怕老去,胜过害怕死亡。 其实老去不可怕。 如果来观音寺,你会发现很多老人,实在很可爱,他们念佛,拜佛,然后经常来做义工,现面就是阿弥陀佛。 他们越修行越有福报,越老相貌越庄严祥和。 其实人生是个修行的过程,每个人都在修行,无论是有莫有学佛,在人情世故的历练中,也是一种修行。 因为接触人多了,现过的事情多了,慢慢地就会看淡一些东西,或者修出一种祥和的气息。 这样很好,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修得成功。 所以,有的老人虽然老了,但是老气横秋的。 这样不好。 如果老了,无论有多大财富,或者全是,都莫有了用了。 有用的,就是我们具有祥和的磁场。 想想你喜欢跟怎么样的老人在一起呢,当然是磁祥的老人。 所以,我们老了,也要做个磁祥的老人,那么就得从现在开始。 慢慢修行。 人生就是修行的过程,除了修行,你还能做什么呢? 吃饱了,睡暖了,无论多么风光,到了七八十岁时,想起来,就觉得人生是一场梦境。 到了那个年龄,什么都不重要的,重要的,是要做个讨人喜欢的人。 那就是磁场祥和的人。 其实,在起居生活上,要尽量简单,但是内心一定要丰富。 物质可以简单一些,内心一定要丰富。 人生的每个场景和每个遭遇,都是为了给我我们修行的。 所以,能修行的人,能善用其心,用一切的环境来修行。 这个比较关键。 不要害怕老去,老去是生活的规律。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质。 成熟的人,就应该扮演成熟的个性。 老去不可怕,可怕的是莫有涵养的老去。 所以,我们能做的,就是好好修行,增长我们的智慧。 孔子说,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。 为什么呢? 这就是生命的规律。 三十岁就要成家立业了,四十岁就要不迷惑了,对人生有把握了。 五十就要知天命了。 你看,这是人生发展的规律。 所以,趁住年轻,好好学一些东西。 多看一些有用的书,多帮助一些人,多培养我们的德性。 这样慢慢的老了,就会更加慈悲祥和。 不要觉得到了老了,才去念经啊修行啊。 这样已经太晚了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